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半 刚刚起床吃完早餐出来 准备去一菜厂买菜过饭 最近四川成都这边的猪肉 好像都降了很多了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再便宜点 我们去一菜厂看一下 如果便宜的话就买一点点吃 走吧 四川成都这几年天气真的是好乖啊 每天都是白天晴一下 然后下午又落雨 晚上又下雨 搞得现在这个天气一冷一热的 今天又好冷的 我们都穿上这个厚的羽绒服了 把老婆跟儿子接到成都来和我一起了 每天我们都一起去买菜做饭 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挺幸福的 来到菜市场门口这里了 这里是一个零食菜市场 里面有很多当地居民种的蔬菜 在里面卖 非常的新鲜 我们去里面买一点吧 现在我们来到菜单 先买点菜 先买点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看起来蛮新鲜的 再买点这个豆角 再买根青瓜 再买点这个韭菜 我得了好的钱 刚刚二十 二十啊 嗯 菜买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的猪肉 不到这钱一斤吧 来到肉团 今天的猪肉真的是大甩卖呀 前后头肉 16块钱一斤 这个价格真的是暴跌啊 不知道那些养猪的 会不会慌啊 我们也过去买一点 现在买好菜了 买了一点菜 买了一点肉 花了有四十多块钱 虽然程度 今天的猪肉真的是又降价了 降到今一年来最低点的 只要16块钱一斤了 这个价格大家又可以打口吃饶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